1996年7月 香港派出23个运动员 参加亚特兰大奥运 重温当年运动员出发的情况 这位是乒乓球代表队 由奥委会副会长冯太大队 其他参赛的选手 已经分辟在较早前离开 香港代表队这个队长 经过今次之后 将会变成历史 下届将会以中国香港 奥运代表来参加比赛 羽毛球选手的何一鸣说 有方法适应时差 昨晚就睡少一点 这样适应时间 当记者不逼他 陈丹雷说话永远都是这么保守 我想他今次奥运 各个都很强 这个齐宝华的答案就更公式化 全世界都是他对手 中国的确实很厉害 特别是南北韩都很难打 而且还有日本的小山智礼 不过这句就真心话了 香港拿奖牌 不管什么颜色都好 而在星期礼举行完之后12个小时 香港奥运队最后一批成员 啊 我联系了 为何都好 一批一批成员